面對嘲諷與質疑 新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 向來敢說敢做 曾幸勤又經常不按常理出牌 先前跟胡同燒肉合作後 如今傳出將要在年底上市轟動市場 張國偉說到做到 對股東有交代 雖然截至去年底 新宇仍有破百億元虧損 但在去年獲利一億元 又加上今年旅遊人數回籠 機票高漲等條件支撐下 有望常兩位數的易賣進 狠甩滿腹委屈 多偉除了喊話 要賺兩位數的易 還出狂言 立聘又在十年內 獲利與對手華航長榮相停並論 除非是整個需求量有明顯增加 好消息也讓新股價受到激勵 二十八號一開盤就跳空上漲 航空業未來是否將變成三雄鼎立 值得期待 三玄仲潛流副詞 台北報導